在北斗卫星刷屏一段时间后,中国航天又开始了新的征程。 据官方媒体12月8日报道,在凌晨2点23分,轰闭一声巨响,嫦娥4号搭载在场正3号一运在火箭的推动下,点亮整个夜空。 在这次发射过程中,央视120秒,解开了嫦娥4号探院不为人之地一面。 据了解,嫦娥4号此行主要是开展月球一的暗面低频射点天文观测语研究,经历的月转移,进月制动,还月飞行,背面软着陆等四个重要阶段。 在这个过程中,嫦娥4号将通过全景相机,红外成像光扑仪,测跃雷达以及中性原子分析仪等四个特殊仪器对月球进行测绘,矿物分析和月球表面浅层结构探测等实验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此前月球背面探测时,有一个国际性南梯扩照中美俄19,那就是探测车在月球阴暗面由于环境问题无法与地球取得联系,进行实时通讯。 不过,这一问题在今年5月,被中国一颗银叫吹桥的中继卫星给解决了。 据外国太空专家布莱恩哈维表示,有了中继卫星,软着陆技术将推动中国向新的领域进发,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。 据央视去2月8日发布消息称,想比嫦娥3号,4号的着陆区没有成像做参考,3号是一号物线方式着陆, 而4号则为垂直方式着陆,这对着陆精度有着更高的要求。 况且未知的着陆区地形崎岖不平,海拔不一,这对中国航天技术有着更深一层的考验。 相比中国,美国和俄罗斯在航天领域曾一度独领风骚,不过美国在外太空领域探测虽处于领跑地位,但美国航天事业最大的软肋,就是起火箭发动机受到俄罗斯的撤肘。 而俄罗斯在航天领域抵运风后,受西方经济制裁影响,俄罗斯航天领域的热度大不如前了。 在10月11日,有记录航天发射的影像资料显示,俄罗斯联盟FT在原飞船在发射两分钟后,搭带的运载火箭由于一台主推器,在分离市发生故障。 刹那间有大量白烟冒出,经过时候调查确定,在分离时由于负责该指令的传感器,发生了6度的变形弯曲,导致推进器喷嘴盖无法打开。 随后,助推起撞上了温然两箱,导致火箭遍离了既定轨道,最终任务发射失败。 索性火箭分流招商的斯台分离发动机及时启动,来自俄美的两名宇航员利用降落散成功逃生。 不过在短短51天时间,俄罗斯重整旗鼓在12月4日将联盟MS11在人飞船,成功送到美国国际空间站,俄罗斯此举让全世界再次见证其航天技术实力。 所以,在美苏或者美俄相爱相杀时,只有中国航天人按照自己的节奏一步步追赶着,从最初实现灵的突破,到神州系列飞人飞船,如今即将在月球阴的暗面,受此实现软着陆的突破。 在航天道路上,中国一直给我们带来惊喜,有意思的是,此次除了进行对月探测试验,中河内部人员透露,嫦娥4号还兼具着一个特殊的任务,那就是搭载了一个3000克的圆筒形文形生态圈,里面装有土壤、水分、空气和植物种子、残卵的生物,只在构建一个简单的生态系统, 利用太空的资源使之进入循环模式,有网友调侃称,中国人不管到哪,都没能忘记开荒种菜,才刚刚开始就为前一座准备了,江峰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